那么这跟着突然感动的不行不行的 于是就跟这个大清朝廷说呀 我得上北京 我得要叩谢这乾隆皇帝 得抱着这大皇帝的腿呀 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和我一块聊天 今儿啊咱们要开新书了 咱们这个回幕呀要往下进行 那今儿啊咱们继续从乾隆皇帝的后宫当中 请出一位妃子来 咱们聊聊他 这位妃子是谁呀 这位妃子了不起了 虽然在这坊间流传的 没有这位妃子太多的故事 那是因为呀他寿数不长 如果他要是能再多活几年 乾隆皇帝后宫的故事呢 就不只是您常听到的香妃呀 令妃呀 那么简单了 那么这位妃子他到底是谁呢 这位妃子呀 就是来自于蒙古草原厄鲁特部的 布尔吉吉特氏 那有好朋友就问了 你说这布尔吉吉特氏 他寿数不长 那么他到底是多的年纪 轰逝了呢 哎这布尔吉吉特氏啊 是乾隆38年2月20日 轰逝于北京 享年呀45岁 有人说那不对 这45岁轰逝啊 在清朝那晚 这还算小兽数啊 这已然不错了 后宫的妃子 二三十岁 就轰逝的多了 那怎么跟您说呢 这事啊它不一样 因为这布尔吉吉特氏啊 乾隆21年才进攻 这满打满算呀 在乾隆皇帝身边侍奉呀 也没超过17年 那这掰着手指一算呢 这玉飞进攻那年呀 已经26了 这个算的还是周岁 按需岁算的 那年已经27了 这玉飞娘娘的诞辰啊 是雍正七年的12月25日 您现在是不是有疑问呢 说这个布尔吉吉特氏 玉飞和这个荣飞何卓氏一样 都是二婚呢 因为这俩人呢 都是二十大几岁了才进攻 据考证啊 这湘飞呀 是15岁 先嫁给了小何卓霍吉詹 后来呢 因为这个小何卓战败 这乾隆皇帝呀 才收了他的继婚 说这话呀挺难听 但是实际上 他就是这马子事 这布尔吉吉特氏和这湘飞 那他是不是一个意思呢 哎还真不是 那我说说 您听听啊 那是在想当初 话说这蒙古草原上啊 有一只部落叫什么呀 叫准嘎尔 我想啊 我一说这个部族啊 您就能联想几一个人来 谁呀 就是那个豪横的 嘎尔丹 所以说这准嘎尔部啊 是大清朝前期 康雍前三朝共同的敌人 当然了 后来呀 这准嘎尔部啊 还是被大清国灭了 王国灭了种 这八旗铁骑 也把这准嘎尔韩国呀 在地球上就给抹掉了 准嘎尔韩国 被大清国灭了以后 有一只小部众 这只部众啊 叫嘎勒扎特部 在他们的首领 德木齐跟敦的带领下呀 一直啊 游荡在阿尔泰山 到西伯利亚广大的草原牧场上 那这个跟敦头人是谁呀 这个头人呢 那就是玉妃的阿爸 博尔基吉特老跟敦 那有人说你刚才说 他不是姓德木齐吗 这德木齐啊 他其实并不是头人的姓 他是一种官职 元朝覆灭以后 这种官职啊 普遍出现在蒙古族的部众当中 他与这个世家头人呢 有区别 有些呢 是可汗的任命 有些啊 是公众的推举 大概其呢 就是监察人啊 管理人的意思 从这一点啊 我们就能看出 这玉妃的父亲 能成为头人啊 并不是因为 有世家的背景 而是因为在族人当中啊 威望很高 这话头啊 就得说到乾隆21年了 就是这个玉妃啊 进宫那一年 这一年啊 这根敦带领着 他的嘎尔杂特部啊 游牧到了这个 阿尔泰山附近 受到了当地 一只蛮族的疯狂掠夺 这只蛮族叫什么呀 叫乌良海 您可能认为 这乌良海啊 是一个海子的名字 这个蒙古人嘛 管这湖泊呀 就叫海 不是 而这乌良海啊 他也不是一个人名 他是一个部族 又被称为乌良哈 在辽代的时候就有 辽朝的时候啊 这辽史中记载啊 他们叫做 瓦娘寒 他们啊 和这个草原上的 蒙古民族啊 不一样 生活在林子里 属于这个 北方部族的 布里亚特 这蒙古人啊 干脆就很鄙视的 称呼他们为 林中百姓 现在这乌良海人啊 迁徙的 离咱们这可远了 包括这个 图瓦人 雅古特人 和布里亚特人 他们生活在这个 外蒙啊 还要偏西北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 图瓦共和国 和阿拉泰共和国一带 有人说你这 弯子绕的大了吧 其实啊 这故事背景 不交代清楚了啊 这故事永远讲不明白 您说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交代这些呢 也就是要说明啊 27岁 还没有嫁进宫的 玉妃 在草原上啊 一直过着 颠沛流离的生活 不是随着四级的变化 牧场迁移啊 就是被这蛮族 掠夺逃亡 那说了半天啊 这27岁 还没有进宫的玉妃 她到底在娘家 她嫁没嫁过人啊 没有 那什么原因啊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我想 根据咱们亚洲民族 自古以来的特性 这玉妃啊 早年肯定就订婚了 只不过呢 这订婚的对象 随着这准改二韩国的覆灭 或是失联了 或是死了 那么就没再次找个人家吗 哎 您想啊 之后啊 这玉妃他们家过的 可就是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了 后来呢 又经常的被乌良海骚扰 我想啊 这玉妃在娘家的时候啊 可能还有过订婚 但是啊 结局可能都是不好的 并没能修成正果 所以说呢 这玉妃啊 在进宫之前 应该还是个姑娘 很多作者呀 一提到玉妃的出身 那就都晃着脑袋 说这玉妃出身呢 高了去了 出身名门且高贵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他爸爸这个官啊 他或是任命 或是推选 跟这个出身呢 压根也没有关系 而且这玉妃他为什么进宫啊 要说呀 这准干尔布的人呢 和这大清朝廷啊 可有亡国灭种的恨 哎 就是因为这倒霉的乌良海啊 经常的袭扰玉妃的族人 所以这玉妃的爹 老跟堆就决定啊 跑吧 咱们呀 干脆去投大清吧 那么他带了多少人去投大清呢 其实啊 只有九十户 所以这很多主播呀 都理解错了 这玉妃的家屎啊 是既不闲也不赫 并且呀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 就是穷途末路 那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那么待进他们呢 哎 首先说呀 这投降来的敌人 永远是值得尊敬的 并且呢 是曾经的强敌 于是这乾隆啊 就把他们编离到内务府 上三旗包一 您可别像他们似的 认为这内务府上三旗啊 都是奴才 这包一一词啊 是家人的意思 按照咱们今天的话说呀 是自己人 只不过这些自己人呢 跟皇上自迁 称之为奴才罢了 要说这跟堆带着这俩人啊 编一个管领都编不到 可是这乾隆皇帝呀 破格 愣是给了跟堆一个左领 虽然啊 没特定的给他们一块牧场 但是下令 让他们暂时啊 与丹臂游牧同居 那可是一块 这水草特别丰美的地方 那么这跟堆 突然感动的不行不行的 于是啊 就跟这个大清朝廷说呀 我得上北京 我得要叩谢这乾隆皇帝 得抱着这大皇帝的腿呀 痛痛快快的 哭一场 朝廷说你算了吧 你呀 连这个出道你都没出过 也就是说 这跟堆啊 一根就没得过添花 你上北京干嘛去呀 到那儿啊 没准就等于是自杀 就这样 这头人跟堆啊 才没来北京谢恩 也没到壁炉山庄去谢恩 可是啊 这感激之情 怎么表达呢 于是啊 这跟堆头人一拍大腿 就把他的女儿 26岁的博尔吉吉特氏 献给了大皇帝乾隆 就这样 乾隆21年在6月初五 这博尔吉吉特氏正式入宫 开启了他在后宫当中的妃子生活 那么这大量女青年博尔吉吉特氏 进得宫来 受得的待遇又是如何呢 是不是像那个著名的宫廷电视剧 如一传当中的玉妃 活成了紫禁城后宫中的笑话呢 您别着急 容我喝口水啊 咱们明天再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